我真的想要認識你 像命一樣 剛見面就對潤兒告白 韓劇歡迎來到王之國 七八集出現的角色阿拉伯王子和李俊浩鬥嘴 片段搞笑 不過設定卻引發爭議 頻頻向潤兒調情 身邊也有許多美女相陪 縱容酒色讓阿拉伯世界的網友非常不滿 認為是在醜化穆斯林形象 更讓他們生氣的是 劇組竟然找來印度籍演員 崔帕西阿努潘演出 網友不解為何要讓印度人來演 更打上一番負評 製作單位緊急回應 劇中場景 人物 地名都是虛構 無意諷刺或扭曲特定文化 但仍然無法平息怒火 同樣引發爭議的 還有這部劇 爆出多次吸毒風波的TOP 確認加入魷魚遊戲2 劇組卻很堅定回應不會換腳 讓韓國民眾非常不滿 現在又有新的黑料爆出 網友爆料自己到仁川機場時要搭電幅梯 看到紅頭髮的李正仔正在拍戲 明明沒有做什麼 卻被超過180公分很壯的工作人員擋住 口氣很差的攔下請求離開 讓網友怒轟 又不是把整個機場租下來 對此劇組緊急道歉滅火 造成民眾不便感到非常抱歉 未來拍攝過程會更加慎重 由於遊戲第二季是全球受矚目的韓劇 沒想到拍攝過程已經先引發民怨 TVBS新聞張敏儒是提議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